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7月15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亚洲商会联合总会的开幕是 15号上午在台中举行 并邀请来自亚洲各国的台商 将近800人与会 由于今年选在台中意义重大 因此市长林嘉隆也表示 配合中央的新南向政策 市府已经积极筹办相关硬体设施 并将台中定位为INGO中心 吸引更多国际非政府的组织 在台中设立基地 各国台商拿着代表其依序走入会场 亚洲商会联合总会一年一度的会议 今年选在台中举行 这意义重大 也代表台中将和东协紧密合作 并配合中央的新南向政策 进行双向交流 我们台湾推动这个新南向 有许多地理上的优势 有产业方面的优势 另外我们台湾经过这几十年 其实已经累积很多 跟东协各国的人的关系 人的关系 各种的招商活动 包括他们来这边考察 以及我们去那边访问 也非常的频繁 那么现在就是说 要以台湾不能够说 只是以中央政府 去呼吁大家要去 这个东协投资 最早让他们的东协投资 能够进入到台湾 这个关系才是双向 那也才能够持续的久 开幕式完之后 紧接着进行前进南向的交流论坛 面对东协市场的崛起 台中除了将清泉钢机场 升级为国际机场之外 也将第一广场转型为东协广场 希望在观光 教育文化等各项产业上 能有多面向的接触与合作 我们都做好准备 尤其大家很期待 那么在台中有一个国际级的 会议展览中心 我们也在兴建当中 那么配合清泉钢机场 升格为国际机场 这些都是非常有吸引力 未来成为我们新南向 政策的一个基地 政府的态度很重要 政府登高一呼 我们就一个方向一个主轴 如果说光靠台商在海外单打独斗 我们会失去方向 迎接东协两边经济贸易的新契机 市府积极筹办相关建设 除了吸引更多国际非政府组织 来台中设立基地 也鼓励海外台商与中部厂商 增加商贸往来 热情报话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导